我可爱的干饭人小鱿鱼 今天是你的一岁生日 在你来到我们的小家庭一年以来 焦糖大哥几乎失去了爸爸妈妈对他所有的爱 二哥布丁失去了一半的爱 我们用尽了所有的精力去陪伴你照顾你 这个过程即使艰辛 让我们仍然收获了满满的幸福与温馨 我很感谢生活能让我参与到你成长中的每一座里程碑 当第一个月你的第一次笑容 第二个月开始睡整觉 第四个月第一次的翻身 第五个月第一次自己吃东西 七个月的第一次爬 九个月的第一次自己睡觉 再到十个月你第一次站在那里 还有十二个月依然没有头发的小兔头 这些不可复制不能回头的日子都值得被深深的纪念 时间很快的过了一年 有时候静下来想想 仿佛你的到来还是在昨日 我记得在医院的时候我和妈妈手足无措 我记得第一次带你回家不丁的激动心情 她好像知道我们的家迎来了新的成员 第一次当一个父亲帮你换尿布给你喂奶 忐忑且小心翼翼 我可能渐渐地可以理解爸妈当年对我的心情了 只有妈妈的爱 十二月我们一起过了圣诞节 虽然你什么都不记得 但我可以想象未来偷偷给你送礼物的场景了 我们的第一次短途旅行 在寒冷三月的气泡房 看着窗外的雪景 静静地在摇椅上看着你长大 那时的你安安静静总是在笑 这是帮你拍摄的第一套写真 果然营业到最后果断崩溃 这是你第一次玩蹦床的样子 能看出来是真的很开心 每次有一个新玩具的陪伴 爸爸妈妈就能可以休息几天 五月我开始变得很忙很忙 经常好几天连续在外面工作 每次到家的时候你好像都已经睡了 为了能留下多一点的家庭记忆 我和妈妈带你前往了墨西哥 这是我们第一次的家庭旅行 也是你第一次见到大海 有妈妈的话来说就是 反正在家也要带娃 还不如去一个春暖花开 有吃有喝 房间还有人打扫 玩也不用自己收的地方 作为摄影师的我在墨西哥 雇了另一个摄影师来帮我们拍家庭照 第一次旅行一定要好好记录下来 你慢慢地越来越大 每天都要出门溜一圈 我们带你去超市 带你跟布丁散步 带你去吃烧烤 带你出去购物 十月是你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秋天 在农场的南瓜园里 第一次见到小猪 第一次看到小羊 我们拍了一堆可爱的照片 我想这会成为未来 我们可以共同回忆的美好瞬间吧 月底的时候 我们迎来了第二次一起旅行 为了逃离加拿大即将到来的寒冬 我们飞到了圣地雅各 你还没有见过海豹吧 这不就是每天妈妈给你读的故事书上的场景 在海滩边有海豹和海鸥 你还可以听到它们的叫声 随后我们去吃了海底捞 爸爸吃了手工面 妈妈吃了鹅肠 你也有自己的小面包 告别了圣地雅各后 我们开车去了洛杉矶 逛了逛比弗利山庄的街景 小鱼以后在这里给爸爸买套房子吧 加拿大太冷了 我和妈妈喜欢阳光和沙滩 我们带你去看最高的红山木将军树 带你坐车穿越了庞大的树洞 带你在巨人的世界里漫步 带你去揪沙椎看仙人掌 我想你最爱的一种树 应该是Plam Canyon的Plam Tree了 我不知道你的笑点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笑得这么开心 在我们的房车民宿中 我们度过了最后两天的加州之旅 当然夜晚的星星你是没有看到了 这组照片我是在你睡着以后出去拍的 这个星空淋浴看起来很浪漫 可惜热水器的容量太小 帮你洗澡的时候差点没动感冒 我从来都觉得自己是一个爱哭的人 也许是遗传了我妈泪点滴 看到你打疫苗的时候我会哭 相信你哭的表情我会哭 本来以为你去上学我应该还好 果然第一天与你告别以后 我绷不住了 那一瞬间我懂了小时候 为什么爸爸妈妈会把我扔在姥姥家 为什么他们不陪着我 因为他们要工作 他们要撑起这个家 你还在慢慢的适应上学 妈妈每天在家里疯狂的看学校监控 我说你不要给我看 我可受不了 还是抓你时间工作吧 不然小鱼在学校里的坚强就浪费了 生日这天我们给你做了蛋糕 虽然很丑 但起码是我们亲手做的 我们还给你买了新的玩具 希望你以后每年的生日 都会有你最爱的礼物 老师 愿意去吧 生日快乐 老师 老师 愿意去吧 孟环 路 路 孟环 步行 伟 我 Nope 不 不 不 Poo y 好 好了 给你事了 你让他吃一下 他怎么吃啊 你拿走啊 把这个拿走啊 你拿走 你让他吃一下 磨脸啊 你让他自己磨脸 刚洗完澡 他怎么样 哎呀 这什么呀 蛋糕呀 以后你会慢慢的长大 交到你的朋友 然后你的生活不再只有父母 爸爸妈妈希望你慢慢长大 做一个健康快乐的小朋友 最后的最后 小鱼 爸爸和妈妈想对你说 我们爱你